城乡这乃是成都清白江区下的一座古老镇子 此地历史绵长久远 人文群英会翠 每逢丹树之日 这里必定会举行热闹的赶场活动 每次的赶场从天亮就开始了 三三两两的人们穿过稻田向集市走去 去赶场的大部分是老人 优贤的老人坐在街角 品着清茶烙着家常 斜对面就是赶场的所在 这个小门进去 沿路皆是兴罗起步的摆设摊位 嘈杂的叫卖声 让这里喧嚣而充满烟火的气息 集市是以一个规模庞大的农贸市场展开的 市场里面都是专业的菜饭 而市场外边则是附近居住的乡人 每到赶场的日子 他们就把自己田间地头 产出的东西拿到这里进行售卖 如此一来 不仅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收入 也使经济得到了活跃 赶场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民生活动 赶场不紧让人们能买到便宜新鲜的农产品 对附近的农民来说 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大您这什么东西卖的 茄子啊 茄子苗啊 这苗怎么卖的 茄子苗 一苗三块钱啊 三角钱 会三块呢 那也没有几个呀 您这也没有几个呀 十个二十个啊 那您只当出来卖一趟吗 这一共卖了才卖五六块钱对吧 管他 你这刷一样的 哦就是啊 锻炼身体也算啊 您您多大岁数了 您有八十吗 你拿黄瓜也有七十啊 水果黄瓜 水果黄瓜 水果黄瓜还是啊 哦 其实您就来耍 哈哈 我都不准 好钱 哦 哎 我演两个 哈哈哈 我讲的 我讲的 我好呢 哎 多一根 又多一根吧 好说话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就是 我还行 不是说啊 对不对 其实咸子也是咸子啊 水果黄瓜哈 不然在家呆着也没意思对吧 出来也玩一下 他年是经过腰杆头 啊没错没错 您这烟的明天抽几颗也得 你得抽多少这烟 一天抽到三杆 三杆啊一杆就多这么长 哦那还行 抽太多了也不行 市场的边上也有喝茶的茶馆 镇上的赶场与城区的赶场大相径庭 有诸多摊妹正在出售各式各样的种子苗 人们热衷于购买一些菜种将其种在自家的房前屋后 这种自给自足的田园之乐是城里人难以企及的 菜苗的种类丰富多样价格亲民实惠每颗不过才几毛钱而已 只见人们在菜苗摊钱或蹲着身子仔细端详或站着精心挑选 时日拿起一株菜苗凑进了闻一闻 时日与摊主交流菜苗的种植方法 脸上洋溢着对未来收获的期待 人们满心欢喜的在菜苗摊钱挑挑拣捡捡 仔细的挑选自己心仪的菜苗 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绕有兴趣的与摊主讨价还价 你来我往言语之间充满了生活的趣味 你这豆腐怎么卖的大姐 这豆腐多少钱 一斤老豆腐啊 这是什么呀这是 两元一斤 这叫啥了 两粉 哦 这川北两粉这个做的是吧 哦 哦 一斤老豆腐 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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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子 这 你看吧 这多少钱啊 10块钱一斤 十块钱一斤啊 这是鲜的 阿 村里头可见不着这个 对 哦 lodge 这个城里头的菜市场见不着锅锁 这个没有这么新鲜的啊 这是您进的货还是自个儿采的啊 自个儿采的 自个儿采的啊 真是 十块一斤啊 对对对看着就不错啊 这个又不需要潮水 不潮水啊 直接就可以潮水 对对对 与人结伴赶场的老人 市场的规模并不算大 人流却并不少 四川很多卖菜的都提供削皮服务 这笋多少天啊 十块啊 这个笋是不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 过了这个季节就没这么新鲜了是吧 没有这种啊 牙医是赶场上必不可少的项目 这些牙医都需要执政上岗 并不是乱来的 这叫什么豆啊 豌豆 豌豆啊 豌豆就这样的 这就是豌豆原始的 你拍着干嘛 我拍着赶场 拍咱们这赶场专门来拍一下 这个我在那个城里头餐食厂见不着 你把我拍住不是我饭法了 没有 你长得这么漂亮 老太国真漂亮 这就是豌豆 这就是豌豆 这个是豌豆 从这个剥出来 对 我只见卖整个箭包的 他们拍出来 给他烦 这您家种的 这个豌豆怎么卖的 怎么卖啊 多少钱 多少钱一斤 五块 五块 五块钱一斤 他配做什么的 对 我就拍拍这个 您包这个 豌豆五块钱一斤 这个疫苗还挺贵的 整齐摆放的各种蔬菜 齐齐整整 井然有序 很是具有令人心动的卖像 看上去干净清爽 促心无比 而这些皆是经验丰富 记忆咸熟的专业菜饭 赶场 是许多附近乡人重要的社交厂 他们一边卖着菜 一边聊着天 这片小野的区域 承载着他们真挚的情谊 与美好的记忆 稻田旁边就是这个集市 这里偶尔也会遇到年轻的姑娘 卖鸡的老板他有趣了 公鸡在他面前 整齐的排成一队 好像在等待人们的检阅 原来美之鸡的鸡脚都被绑在井盖上 这小鸭子怎么卖了 这就是鸭子吧 这是什么鸡啊 这什么鸡啊 蛋鸡啊 这是下蛋的吗 产蛋的啊 这是什么鸡啊 珍珠贵妃啊 小兔子非常瘦 小朋友可以 秀川农贸市场就是赶场的中心 里面非常广阔高大 甚至可以通行汽车 一位女士背着孩子在买菜 满崽而归的汉子背着一大袋蔬菜 野菜多少钱啊 三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是自个摘的是吧 自个摘的是吧 自己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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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种的是吧 自从那个里头 他就是摘的摘的 哦 城乡的赶场 尽管其规模 并算不上宏大 然而与附近民众的生计息息相关 循环往复 日复一日的城乡赶场 终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此处弥漫的烟火气息 以及那浓郁 醇厚的人情味 朝时令人久久难以忘怀